为了支援物联网 我们也开始支援了WiFi DUNO这个连线方式 WiFi DUNO呢 在桌面上 请你直接执行 那执行WiFi DUNO之后呢 我们在意的 要下载 你的韧体版本 像我们刚才是S2A的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韧体 使用WiFi DUNO ID 板子里面 一样请你检查你的USB连线 还有你的板子型号 然后把它写入 好,写入之后 这个就可以关掉了 那你就可以继续进行 WiFi DUNO的连线 选择连线POR 那你去检视一下你的版本 目前3.8版是最新的 韧体的版本是36的 然后要注意WiFi DUNO的服务器 已就绪 这几个部分 你一定要确认好 Squatch S 然后你选择 我了解绿色这一个 好,这个时候你的 Squatch S就支援了开放硬体 我们把它转成中文连接 你会看到是绿灯 绿灯这个代表连线 这样子你可以直接使用 WiFi DUNO的一些连线装置 来去操作 这是我们支援的 那你也可以是使用 Squatch 2.0来操作 如果你要用离线版本 就直接使用Squatch 2 去开它的 WiFi DUNO 我们放在文件里面 它有一个范例档直接开 这边也是连线 这样就可以直接操作 WiFi DUNO 来支援 使用WiFi来支援 那你要直接拿它来操作 开放硬体 接USB连线 这也是可以的